论到基督徒的圣洁,我们先要晓得 圣洁不是来自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好 基督徒的圣洁乃是来自愿意让基督在你生命里展选 为什么这是如此的重要呢? 因为若你的好行为,你的圣洁不是来自你向主耶稣的顺服 你所高举的就是自己 并且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的表现、行为来做圣洁的标准的 因为我们都是有过放的人,也不是完美的 若靠着自己的水准来定夺谁是比较圣洁的 那这标准就是会善变的 因此也就是没有标准了 再说,每一个人的标准,每一个人的软弱也都不一样 那么谁才是那个真正圣洁的,而谁又不是呢? 人的行为不能够成为圣洁的标准 只有不变的神的话才是圣洁的标准,圣洁的基础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来认识圣洁 有些人认为既然神的话是那么的绝对,而律法的要求又那么的高 那么一个人若要依靠神的话来做一切 那一生活的话,他肯定什么都做不到 即使做到也做不好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把神的话当作是审判人的准则的 又或者以这样的想法来找借口不追求圣洁 我要举一个例子来强调这一点 大部分的学生都不会喜欢考试 都会认为考试是很难的 但是因着考试非常的难,学生们都放弃不读书了吗? 还是因为考试不容易面对,而更是要专心听课 更想察觉老师在课堂上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来学习那课目呢? 事实上,愿意死的人是不会被圣经所讲的圣洁来受到控告的 他乃是借着圣经认识神的圣洁而更要敬畏神 重点是,追求圣洁的人是追求神,听从神 而不是死板地行出圣经里面的规条准则的 这不是说圣经的规条准则不重要 乃是我们若靠自己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当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来爱慕神的圣洁时 我们自然会愿意行出神话语里面的教导 那么即使我们做得不完全 我们会得到心灵的喜乐 那么我们所过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 也是有能力的生命 在这我要用提摩泰前书来指出 在圣经里教导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六点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爱 提摩泰前书一章五节说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无愧的信心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要爱谁 不认识神的人 就只有爱自己 爱钱财 爱名誉 地位等 圣洁的生命是从爱神开始 然后用神给予我们的爱 去爱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第二 我们在面对男女老少的时候 都要有分寸 也要有智慧 提摩泰前书五章一跟二节说 不可言则老年人 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亲亲节节的 因此当我们对待与接触异性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有适当的界限 同时也要满足自己的配偶 在帮补彼此当中相爱 第三 提摩泰前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 然而 敬畏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所谓贪财是万恶之根 我们若要过圣洁的生活 就必定要成为金钱的好管家 管理金钱的奥秘就是满足于神所给我们的 也将当纳的十一与感恩献于主 然后再钱财管理留下美好的见证 第四 身体与生活上的管理我们也要圣洁 保罗在提摩泰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告诉他属灵的孩子提摩泰 因你胃口不轻 屡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用点酒 既然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那么我们要懂得受圣灵的引导 来管理我们身体与生活 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精力来侍奉主 在生活处事中也能够有果效 第五 一个追求圣洁生活的人 必定要懂得管理自己的家 提摩泰前书三章第四和五节就说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端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因能照顾神的教会呢 在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都有每一个人当尽的本分 虽然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是原则是 在一周的时间里 单以主日为中心 然后在健康的生活规律中 受圣灵的引导来生活 第六 一个真愿意顺服神的人 必定也会愿意完成神所托付 给予我们的使命 提摩泰前书三章一节说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无论我们在工作现场 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们都应该学习谦卑 来高级主民 盼望你在这一周里 都继续能够在凡事上 学习顺服神 借着顺服神来的圣洁 是继续会带来 权柄与喜乐的 因为神是不会让他自己羞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要监督 grands